特斯拉的主力工厂就在大陆上海 先前也曾经邀台厂赴美设厂 但现在全球首富马斯克想要的不止这些 他说台海冲突无可避免 到时候全球GDP将大跌30% 在大陆设厂的特斯拉跟苹果会有麻烦 他建议为台湾划设一个合理可行的特别行政区 或许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但至少是比香港更宽松的安排 那么两岸一加新的柯文哲呢 马斯克做争议的创意套到敏感的政治议题 在民进党立委眼里就成了搜主意 我们认为他的论述并不改的一天 包括台湾的消费者跟所有自由民主阵营的消费者 都应该无限期的抵制特斯拉 马斯克除了是全球首富 也是宇宙X化天王 而倒数阶段拼选情的选将碰上国家主权问题 更是一步都不想让 当然也不想搭上这台深辆列车 一个外国人在那边缩山倒是我们可必要抵他的 不过对于两岸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做讨论 国家主权不能当生意来做 马斯克的创意成了谬论 蓝绿白都不买单 向大陆示好对方还没领行 恐怕先得赔上在台湾的好感度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